黄铁锤大战夺命枪 最后的入局招法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们来看实战 这次夺命枪先走 摆了一个荡头炮 铁锤呢把马跳 红旗上马 推的出局 红到出局之后 黑旗呢选择了一个强挺弃足 那红旗呢也不甘示弱 汇居过河 黑旗平风马 苍苍蒸蒸 红旗 兵齐进一 走到这儿 两大主流变化 一个是平炮对局 一个是左马盘河 实战是选择了马齐进六 那红旗呢也先上个马 黑旗呢高横距 盘河马横距 这也是流行布局 以前老的盘河马呀是补个三项 冷僻的是补个七项 红旗选择了兵武进一 兵武进一 这是一种老式的攻法 这种攻法呀 双方对杀会非常非常激烈 现在直红的一方先手啊很少采用了 一般呢都是先捉一下这个马 等你踩进去之后 他再把这个马呀跳上来 这样呢这个变化呀会 相对来说红旗呀好控制局面 那你冲兵了那黑旗也不甘示弱 充足 红旗呢抓一下小马 黑旗不客气继续冲 红旗在这里啊不要着急吃马 先冲兵 你吃掉 然后呢他再吃掉来一将 这个时候啊再吃马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中兵啊你多走了两步 你这个马呢也不敢吃 你一吃的话浸泡一打你这个马就丢了 那黑旗呢就平均 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了一手普适的下法 红旗呢下底炮 防止你等会平均再拉住我 红旗呢就平兵来一将 红旗只能补个相 红旗呢再平兵 这吃这小马呢 没想到啊铁锤不要了 你吃马 你吃马之后还给你个炮 俩都不要了 都给你平炮 你吃我 我就下底 你再吃我 我一炮打相打哭你 那红旗不敢吃 赶快呀高个炮 以后准备把俩相连起来 黑旗呢 进去抓炮 哎 那人家不把你马吃了吗 你把人家炮吃了 人家不又吃你一个 红旗呢还没这样选 他选的那一手啊飞相 不贪图这个便宜 那黑旗呢就先把炮吃了 红旗呢把小马吃掉 黑旗再把炮躲开 红旗呢 你看我这个法拉利在家停着还是停着 我出来给你对掉 你要是对了 我给你吃了 那这个旗呢一人过一个兵 我也不怕你 我这个阵型呢还很严整 发型一点没乱 所以说呢 黑旗呢在这里啊 就不跟他交换 平过来 我可以给你兑炮 兑完炮 你这个象呢 你就保不住了 没根了 那红旗也不可能把炮平开 让人家进去捉霜啊 那他也只有对掉 黑旗吃掉 吃掉之后 这杀着象呢 这个象是万万不敢丢啊 象棋象棋呢 没有象还下什么棋 尤其是人家要搞你对象的 那能接受吗 高居保住 那黑旗呢就继续往下冲 红旗一看 这暂时都动不了了 不好动弹 他呀也往下冲 以后准备 卡住腰点住穴 那黑旗呢 先平均 站住这条要道 红旗呢就拼命 施展葵花 点穴手 点住了 黑旗的小蛮腰 黑旗呢 在这里选择来一首吃 你要是我象了 那我一下底 要打你的门宫 那你受不了 你再飞象 我这退一将冲你的锯 说上他不敢象 他选择来一首禁锯 这招禁锯到下尔线呢 就不如 割中锯 割中锯 以后吃了象 这边要绝情铁门栓 这个时候啊 黑旗走了一首飞象 这条飞象啊 就给了红旗机会 黑旗应该怎么走呢 黑旗啊 应该把锯高起来 锯发低头 降怕高 把这个锯高起来之后啊 逼着让你向足 你再不向足 我砍你试一将 你出来 我这个一将啊 再把锯一甩 那就要双锯错杀了 这个一点语之后 你逼着你向 降了之后再来进底打你的门宫 那这样呢 你只能平过来保住 然后呢 他打一将 你一啃 他一吃 这样呢 形成双锯 对你锯马兵 以后啊 再连个霸王锯 把你锯给你一对 那你一个小马 你看给人家玩啥呀 是不是 这个旗呢 他应该高居兵线 他没有 他选择了一首飞象 那这样呢 就给了红旗机会 红旗呢 果断 弃兵换势 然后呢 再来一个葵花点血手 用锯点住你的小蛮腰 那这个可就不得了了 刚才是个小鞠 这可是一个大鞠 现在要二鬼拍门来杀你 那黑旗呢 也只能退个室 你现在你飞来手下 那个像呢 这个分家了 他再退回来 一捉 你这个像你不好意思 再落回来了 落回来 一品鞠卡住像眼 又叫杀又杀像 那立马都不中了 这个时候啊 黑旗稳一点的话 他应该退回来守住 他又没有 他飞了个高像 那红旗肯定是不客气 给他像吃掉 但他吃像还要命 只能把这个兵飞了 那红旗呢 就退一步 卡住像眼 下一招 这个教头一将 你出来 再杀是一将 就要冲你的这个区来 那黑旗无奈 只能对方式的事 那红旗呢 他没着急 他先凭这个区 先凭这个区 杀一下你的足 准备干啥呢 准备啊 一将 再割中一将 还是准备冲你这个区 那黑旗呢 就只能是 先来一将 吃掉 然后呢 再来一将 给你请上来 然后再退敌 守住 那红旗呢 各中军 现在呀 还是准备杀你的事 一招致敌 非其无奈 来一将 然后啊 定居再来一将 你要是下局 他就 杀是一将 以后呢 一出老将 给你来一个解杀还杀 就让他不敢下老将 把马 填上 那这人家有杀棋 就能啊 再退回来守住 那红旗呢 选择把象落回来 以后啊 小马要奔出来了 退棋呢 就平个剧 那红旗一看 你吓唬谁呢 你往这 一放 我这个马就不往上跳了吗 我就迎着你的剧口 我跳出来了 你咬我呀 你吃我呀 那肯定是不敢吃 吃的话 这个杀是一将呢 可受不了 黑棋呢 就把这个局啊 平开 红旗这个时候啊 他应该呀 退一手试 他没有 他选择呀 把这个局啊 退回来了 不想让他吃这个马 那这个棋呢 这个 黑棋呢 就高居了 高居呢 有两个作用 一个呢 是可以割中 来防守给你对居 再一个呢 可以过来 我也给你来个双居错 红旗呢 顺手牵羊 吃掉一个足 黑棋呢 落个向把他拦住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 竞帅 黑棋呢 又平局 黑棋这招平局 很明显呢 下一招就准备一将 你不管上还是下 那这不个局在一将 就要了命 要双居错杀 这个时候啊 红旗啊 他只能退居 守路 他没有 他在这里啊 走出一部致命的败招 选择了一手上马 这招上马呀 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招情 他想着 他可能想着啥呢 这个这个局将啊 他可以上三楼 你要是用这个局将 他可以上三楼 你这个局呢 不能搁着将 你要是用这个局先将呢 他也是上三楼 那没想到啊 黑棋啊 一将 然后啊 退炮给他来了一将 红旗啊 就漏算了 黑棋这招退炮 这招一将 红旗就冒汗了 为啥呢呀 怎么走都不行了 朋友们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退市 那他就有一个一将 然后呢 抽你局 那人家把局抽了 那也输了 你要是电局 那他各种一将 然后呢 再兆头一将 双局错散 那不能下市 那这个 电局怎么样呢 电局啊 把你局吸住之后 啊 又有一个 心底局 你现在不敢吃泡 你吃泡的话 这个先用这个局一将 你只能出到这门来 然后再多屁股一将 这都是个杀棋 虽然他不敢吃 那只能先下局 你下局 他给你来一将 还是给你请上来 然后啊 再来一将 你只能过来 再给你来一个 局战画心 妙不妙 朋友们 现在 局吃不了 炮吃不了 拼局 又是一个绝杀 最后啊 这个夺命枪 何给后悔坏了